华联县政府清明扫墓节 辩明措施从3月20号到4月2号 开放民众在13乡镇市户镇事务所领取鲜花 4月3号、4月4号在公墓、纳谷塔、八磅、鲜花 还有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后来民众可以踊跃领取 清明节是中华民主传统重要祭祀的节日 家人共同祭祀扫墓 缅怀仙人恩哲 县府民政处长林静虎表示 华政府为了传统追思禁足的美德 均催鼓励民众返乡祭祀 自民国102年开始规划 清明扫墓编民服务措施 在池山江镇市、护镇事务所 以及公墓、纳谷塔等据点 发放鲜花以及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生活民众好评 今年为了因应新冠状肺炎防疫工作 服务台均备有消毒酒精 以及防蚊液供民众来使用 确保民众卫生的健康 那我们今年的清明扫墓便免服务措施 又开始推动了 那我们的活动时间是3月20号到4月4号为止 那3月20号到4月4号这段期间 我们在13个乡镇市的护镇事务所 都有提供鲜花的领取 那其中在4月3号跟4月4号 我们还在比较大的殡葬设施服务据点 设有这个服务台 来提供民众领取这个矿泉水 那还有这个防蚊液 那让民众在扫墓的时候呢 也可以防蚊 那也可以比较轻松 那另外还有手套 手套我们也提供给民众使用 那因为这个清明扫墓呢 是我们国人非常重要的这个活动 节日 所以我们也鼓励乡亲返乡来记住 110年清明扫墓辨明措施 节日起开始到10月2号 民众可以利用上午8点到下午4点 前往各乡镇市护镇宿所领取鲜花 4月3号和4月4号 在各公墓纳谷塔设置服务据点 也欢迎民众前往领取 记得节奏黄赛布导